請局長跟卓智長 我想先請問你們兩位 這次的一個策略的問題 就是說 當WTO 就WTO 各國之間的這個服貿協議 都還沒有具體的進展 甚至是 各國要不要讓中國也參與 這個WTO的這個TISA的談判 或者說中國自己要不要參與 都還是未定數之下 那為什麼我們台灣跟中國在 服貿跟貨貿這兩項之間 我們卻選擇先走 比較複雜 有人員往來 互動 會更複雜的這個服貿 而不是在策略上先選擇 先談貨貿呢 是,小委員你好 那麼我想謝謝 我們是一百年二月份開始 服貿、後貿一起談的 當時我們就講好 就是說哪一個先談好 哪一個就哪一個先簽 那麼後貿因為它的範圍比較廣 而且項目比較多 所以我們談判的進展是比較慢 但是服貿呢 因為我們開放的是相對的 以我們在WTO承諾來講的話 我們這次所開放的 全部在WTO已經承諾給外商 那現在有經濟學家也建議說 這個應該是要貨貿先走啊 對不對 馬凱教授等這些都是認為 服貿不需要這麼急著 就通過 不需要急著 現在就簽 它複雜的因素太多了 尤其是涉及到人員的往來 因為我們這次跟中國大陸談的這個服貿 我剛剛講的是WTO標準以下的 就換句話說這裡頭它所牽涉的那個項目不是那麼的多 而且我們認為說是如果 你們號稱它牽涉的項目不多 但是各行各業在台灣影響的就業人員 以及從業領域 其實範圍是非常大的 當然貨貿影響也很大 現在已經有一些產業去參加你們座談會 都在紛紛表達擔憂之意 當然貨貿是有些產業會獲利 有些產業絕對是必大於利的 這個一定都有得有失 但是比起服貿是有涉及到人員 包括很多人擔心的這個商務人士、移民 甚至是直接經營商家、小店面的這個可能性 大家是非常擔心的 那你們急著先簽服貿 你們難道不可能把這個服貿的時程把它延後 那這個或者是兩個服務跟貨品貿易協議一起 並做一個協議一起談 這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 我們當時著眼點就是希望說能夠讓我們的廠商 有早點的機會先進入中國大陸去比別的國家領先起的優勢 事實上我們也看得到 那麼自從我們服貿在7年6月21號簽署之後 香港已經把我們所得的優惠都拿去了 就是換句話說我們這些優勢 如果說我們不能夠早點去實施的話 你們只想著怎麼幫財團到中國去賺錢 但是你們沒有想到說 這個服貿簽了之後 對台灣整個產業尤其是小型的 中小型的這些產業在國內的一個影響 你們一直講利大於弊 可是這個問題最根本 我們聽這麼多學生 其實最根本的不只是反中的問題 而是對財團化這個現象的擔憂的問題 這個現象我們在香港也看到 在台灣也慢慢的看到 所以這個問題我覺得你們一直沒有很認真的在面對在解決 那我另外再請問你們 你們一直對外宣稱說 尤其你們部長一直說 過去這個多月因為學運的影響 讓我們其他對外的這個貿易談判 經貿談判全部都終止都停擺了 那我請問你們是哪一個國家跟我們之間的經貿談判 是因為學運而停擺 本來已經在進行中的經貿會談談判 因為學運而停擺 是哪一個國家 這個是事實 確實有一個國家 是哪一個國家為什麼你們都一直不能告訴我們 因為雖然說我們在TPP的成員國裡面 新加坡、紐西蘭都已經跟我們簽FTA了 美國已經講說跟TPP跟福貿是沒有關係的 甚至還跟你們做了這個TIFA的會談 那你們部長你們跑到華府去談TIFA 部長又在這邊說我們跟其他國家的經貿會談都中斷了 我都還懷疑你們只是去看櫻花而已 根本沒有實質的內容 部長是講說本來有些國家已經跟我們到達要可以洽簽FTA的地步了 跟TIFA是兩回事 好,那你現在講到FTA的部分 我們也一直在追蹤這個問題 可能洽簽已經經過這個評估階段的國家 包括什麼印度、印尼、菲律賓 印度現在在選舉 他不可能跟我們談FTA 難道是印尼跟菲律賓嗎 印尼跟菲律賓就我一直不斷地在跟你們追蹤的結果 也根本還沒有正式坐下來談判啊 那你說還有哪一個國家跟我們在FTA談判 本來是有進展的就因為學運而中斷 還有哪一個國家你說嗎 確實是有 我剛剛講的國家嗎 我還是不能告訴你是哪一個國家 你一直不講 可是我們至少擺在眼前 我要查證嘛 你到底是在恐嚇人民還是真的有這個事情嗎 是真的有這個事情 我們已經分析了這幾個國家 目前FTA原來是已經有進展的國家 已經表達願意考量甚至已經做評估報告的這些國家 專業的評估跟分析的 印尼、菲律賓、印度 那其他國家根本就還沒進展啊 根本還沒有進展你就說已經中斷了 那不是恐嚇人民是什麼呢 我還是想想確實是有趨勢 那你為什麼不能告訴我們是哪一個國家 局長你知道嗎 你知道是哪一個國家嗎 我知道 但是我跟總署長的意見是一樣 在目前來講 那為什麼不能告訴大家是哪一個國家 為什麼不能告訴大家 是澳洲嗎 澳洲也擺明我們本來就不是他FTA的priority的國家 還有哪一個國家呢 是日本嗎 我看日本現行的政策也不至於這樣子啊 到底是哪一個國家嗎 你們都不講是有什麼原因嗎 這個國家說 我不跟你談FTA 你千萬不要去跟人家講 有這樣子的問題嗎 我覺得看起來就是在恐嚇人民嘛 那我另外要請問你們 這一次在福茂談判的過程當中 在簽 簽署以前不管是福茂的本文 或者是他附加的這些 各個這些項目 我們開放的項目跟中國開放的項目的這個清單 局長你是什麼時候看到清單的 在這個經濟部談判的過程裡面 我們都陸續會有一些資訊 我們不會像包圍 完全沒有辦法像經濟部一樣 他站在第一線他那麼了解 但是經濟部有時候會跟我們分享 那如果說在簽署以前 你沒有看到整個本文跟清單 你要如何去表達國安的意見呢 不是 我們這個討論也不可能 一次把所有的清單都拿進來一起討論 他應該是分各個階段 討論什麼問題 那我們基本上在過去是被動的 如果政府各部門認為我們有參與的需要 那我請問你在清單裡面的每一個項目 他有像你們後來今年才提供給我們的這個足像 你們提供了一些 這個意見 雖然這些意見 有一些都是有點重複的 都一直在講 沒關係 條例93條一直在引用 那他在簽以前 每一項都有跟你們請教意見嗎 如果有的話 你們應該是有一個清單啊 難道政府不是一體的嗎 包括委員 其實我剛才給你報告 各部會在討論以大陸有相關的東西 如果他認為需要國安局提供一些 以國安局有關要提供一些安全建議的時候 我們都會硬邀參加來表達我們的意見 所以都是他在認定的嘛 所以次長你們在談的時候 你們用什麼標準來認定說 這個項目要先跟國安局問這個項目不用 你們有什麼標準在認定的 我們這個項目的時候 我們會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代表 先跟他們所屬的公協會去做溝通 做評估 然後如果說是這裡頭 會有一些跟國安有餘利的部分 我們才會再去 那這開放的六十幾項裡面有幾項是有事先 局長你是事先知道的 我當然沒有辦法像經濟部 他是事業主管機關那麼清楚 我看他是問你一項兩項 還是問到五十幾項六十項都問了 因為我覺得我現在在問 我覺得就已經呈現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的談判 談判隊伍、談判的代表團 談出了一個協議 回來準備要簽字 那簽字以前 你國安局長都沒看過 也不知道這個清單裡面有什麼 可能裡面一些個別項目 有先徵詢過你 但是整個big picture 你國安局長不知道 我知道 因為他要到高層去報告 我有參與高層的會議我就知道 那你是已經要去跟總統報告的時候 你才參與到的嗎 不是 他經濟部當然做任何的決定 他回來要需要有一個會議嗎 你也知道 政府的高層他每個禮拜都有個會議 那我就問你說你是到什麼時候看到這個協議的全文的嗎 因為他們報告的次數太多了 委員我給你報告 你一直在迴避我的問題 我沒有迴避 我的問題就是簽協議以前 你到底有沒有看過這個協議的本文跟項目清單 當然有看過 因為他有報告我記得我看過 我有參與這個會議 有報告的時候 你看問那是什麼時候嗎 是簽以前兩天 還是簽以前一個月 還是半年以前 像我們現在貨帽正在談 你現在有知道貨帽談的進度嗎 報告 貨帽是到現在 他沒有去報告我就不知道 所以現在本來預計年底要簽的 你現在也差不多半年了 你現在也不曉得 他可能還不需要到這麼高的階層嗎 貨帽到底談一談碰到些什麼問題 為什麼貨帽拖得比較久 為什麼要貨帽這麼複雜的都趕著先簽了 那貨帽是不是後續問題還更多 我現在擔心這個國安的問題 有些項目你可能表面看起來不是國安問題 可是我光舉一個很簡單的 像我們花蓮的整個不動產 現在整個土地農地整個價格一下子全部飆高 我聽一些中小型 以前花蓮很多中小型的建商 都是中小型的 他們現在都沒有辦法再接案了 因為現在只有財團有能力 來飆土地來蓋房子 只有財團 而且很多還據說是中資 你表面上看不到 你看到整個房價都拉上來 好像GDP交易價格好像經濟很活絡的樣子 但是這個背後 就是中小型的公司要一個一個倒閉 跟著很多人的工作機會 你知道在花蓮很多沒有工作的人 他跑去做什麼 就跑去做房屋仲介 那這些中小型的都要倒的時候 你就是財團獲利 你們一直講的利大於弊就是這個 你可能表面上看不出來 說這是國安問題 可是最後他確確實實就是國安問題 當你大多數的土地的所有人是中國人的時候 或者是中國底下的人頭的時候 這就是國安問題 我們的農地 我們的生產 我們的本 國家的本 掌握在他手上的時候 這就是國安問題 所以為什麼我們那麼在意 你們是不是在整個簽以前 整個步驟都有人參與 都有提供意見 甚至能夠想到再進一步 對整個國家未來發展的影響 不是只是眼前這幾個 跟你們海基會董事長很要好的財團 或者是你們經常群帶關係非常密切 黨政關係很好的這些財團 急著要去賺錢可以獲利 那對於一般平民百姓呢 一般中小型的公司怎麼辦 這個就是國安問題 那我覺得你今天一直在迴避 第一個一直不肯我們 不肯告訴我們 到底是哪一些國家 整個國際你們對外的恐嚇策略 一直在引用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 你要人民怎麼能夠信任你們呢 怎麼能夠信任你們對外的溝通呢 然後接下來我們的國安評估機制 不是先簽了才有 我覺得你們今天提的都是已經簽下去之後 你要怎麼去審哪一家公司要來台灣 什麼樣的人要來台灣 你們再去做審查 可是簽之前的整個機制不是很完備嗎 我覺得今天你在回答我們的問題 你們一直不肯告訴我說 你在什麼時候看到整個福茂已經講好的這個本文 跟他的相關的項目 我覺得這就會讓人擔心 我們以後跟中國所簽的這些各個項目 你到底事先是不是有經過非常完整的國安評估 國防部長也一樣講不出來啊 之前到底有沒有參與過 相關項目的這個會議或者是風險的評估也是一樣嘛 這就是讓人擔心之處啊 我跟你報告我有參加過 我沒有跟你講說我沒有參加過 我是有參加過 對 那我一直在問你什麼時候看到全文跟這個相關的項目 我現在沒有辦法 但是一直是在簽錢 因為經濟部委員也是要到去報告 簽錢兩天跟簽錢三個月是不一樣啦 你簽以前三個月看到內容 你還有時間去做一些相關的分析跟建議 說這一項可能會有問題 我們建議怎麼樣來處理 包括委員他不是只有一次報告嗎 他如果簽以前兩天給你 簽以前兩天才給你看 已經來不及啊 尤其你的長官馬英九急著要趕外 你還能反對什麼 你還能表示什麼不同的意見 你有沒有空間來表示 這個我都很懷疑啊 不會 要表達都有空間 好的剛剛蕭美琴委員所執行的部分 I I I